同學,我們上課 我們用剛剛這個式子 我們把這個式子再重新寫一下 這個式子我們可以再簡化 我們這樣寫 i加上1 然後i加上 上面是i 然後加上l加上1 減掉n 這個λ整個n 有沒有 這邊是λ等於n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這個可以改寫成這樣 n減掉n 減掉l減掉1 就是nr 所以這個式子是等於 i減掉nr 所以我們知道 當i等於nr的時候 分子就是0 所以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 i的展開是停在哪裡 停在nr 這樣會了嗎 你們記住這個公式 這個比例 係數的比例是這個式子 剛剛我漏掉 這邊是c1 這邊c0 這c2 這邊c1 它是比例的 就照這個比例 i加1 然後ci的 這照比例 我剛剛漏掉了 這c0跟c0 剛剛漏掉 你們把它補上去 那底下我們來討論一些很重要的特性 第一個我們知道 首先n有個名稱 n的整數有個名稱叫主量子數 n叫主量子數 那l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要複習一下 l是什麼 l是來自於這個 所以什麼 對 腳動量量子數 就按 you momentum quant number 那l是來自於ylm來的 來自ylm來的 你們這式操了 操了就擦掉了 我們知道 nr是什麼 nr是展開係數 展開係數的 最大那一項 所以這永遠大於等於什麼 永遠大於等於0 對不對 那我們再把這式子倒過來寫 nr是等於n-l-1 n-l-1的話要大於等於0 n%是整數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說 l要小於什麼 對 n-1 就 腳動量的量子數 必須什麼樣 小於n-1 所以如果n等於1的話 l總共多少 l總共是0 這是一個特性 當然n也必須要什麼樣 n也必須是正總數 那我們現在來看n有什麼特殊意義 我們來看n有什麼特殊意義 在這邊 我們知道n n是等於lambda 對不對 n是等於lambda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 我們看lambda怎麼定義的 lambda我們在前面有定義過 我們再把那個lambda定義寫 lambda lambda是這樣定義的 那你用那個stress factor 你用stress factor那個定義的話 你可以這個是等於這個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什麼結論 告訴我們就是1 1等於什麼 1分之1 告訴我們說 n的能量 能量是等於這 那因為這邊是跟n有關嘛 這邊是跟n有關 所以在這邊加上什麼 加上n 叫做不同n 叫做不同n有不同的怎麼樣 不同的能量 那這個我們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有什麼特征 你看這個式子 跟l有沒有關係 對跟l沒有關係 跟m怎麼樣 也沒有關係 它主跟什麼有關係 它主跟什麼有關係 主跟主量指數 主跟這個有關係 這樣清楚嗎 那我們先討論這個能量 我們再把它看 有幾種n跟l的可能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可以改成怎樣 負的 然後1分之1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負的2分之1 前面這個量 你如果把它 把這個 這些都是常數嘛 對不對 你如果把這個常數 帶進去的話 這裡把常數帶進去 剛好怎麼樣 13.6 電子不透 電子不透 有沒有 但這個本身怎麼樣 這本身也是一個能量單位 叫做rebo 叫rebo 這能量單位 這個是等於2分之1 哈水 這些都是能量單位 這是化學 做化學研究的人 比較常用的單位 我們物理是用rebo 用原子單位是用rebo 化學 他們用哈水 那一個哈水 一個哈水是等於兩個rebo 這些都是能量單位 這是能量單位 這是能量單位 所以以後我們能量 以後我們輕原子的能量 就可以怎麼寫 就可以這樣寫 負的13.6 EV 然後 N平方 Z平方 以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寫 或者你把它換成rebo rebo 到這一步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記住 能量的公式 就能量的公式 N是甚麼 N是甚麼 主量子數 那我在講波羅模型的時候 我曾經講過波羅模型是錯誤的 對不對 錯誤在哪裡 錯誤在 還沒懂 對 波羅模型的N是甚麼 是角重量量子數 不是主量子數 這樣清楚了嗎 波羅模型有它的歷史 有它的歷史的意義 那底下我們討論一下 就是有哪些 就是說電子的能接主態 有哪幾種 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的破環是甚麼 我們的破環是這個 主量子數 主量子數 因為我們牽涉到N 還要怎麼樣 還要牽涉到L 對不對 但是這個只有鏡像而已 還要包括角度的 角度是甚麼 YLM 這是完整的怎麼樣 完整的破環數 空間部分的破環數 沒有包到時間 就完整的空間部分的破環數 我們知道N最小是多少 N最小是1 對不對 L必須多少 L是這 L是這 N是1的話 1-1就0 但L必須大一點 所以總共多少 總共0 對不對 所以L是0 那M M是0 那我們就看第二個 N等於2 L可以是多少 L有兩個 一個是0 那M等於0 那再過來 L可以多少 L可以是1 那M-1 0 1 對不對 那再過來 N等於3 L可以多少 L可以是0 L可以是1 L N等於3L也可以怎麼樣 L可以2 N等於3L可以到2 M 那M呢 E3L N等於4 N等於4 你們會不會 你們應該可以自己來 那底下你們照這個規則 照這個規則E3L推 你們會不會算這總共的軌道數目 會 會 我就不講 那這邊有幾個問題 我看看你們小不小的 你看 這能量 這能量 為什麼會跟M無關 能量為什麼跟M無關 這邊M 為什麼跟這M無關 沒有外加成 我們沒有 這邊都沒有考慮到磁場 跟磁場 磁場就有關了 不同M就不同能量了 小不小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能量跟M無關 就跟那個 左邊的YLM的M無關 是減冰態 是減冰態 那為什麼 為什麼是減冰 我們再看 我們再稍微複習一下 其實我們都 我們都學過了 你們知道 我在 上一節課我就講過 在什麼情況下 YLM才是IgonFunction 才是角度的IgonFunction 對 所以 位能是什麼 球面對稱的情況下 所以 跟M無關是因為球面對稱來的 就是說 為什麼這能量 為什麼這能量跟M無關 是因為球面 因為位能是球面對稱來的 但這也跟L無關 為什麼跟L無關 是沒有什麼 沒有物理理由的 就剛好是這樣子 湊巧的 那底下我把Po函數 因為我們這邊都用多 我們這邊的Po函數 真正Po函數是R的函數 但我們前面寫的都是R的函數 所以我現在把那個 把它全部換成R 因為我們真正在討論物理現象的時候 我們真正討論物理現象的時候 都是用R的 所以我底下寫一些公式 把Po函數 就是把Po函數全部用R 全部把它換成R 我再把剛剛的式子再重新寫一次 然後不要忘了 我這邊已經把它換成怎麼樣 換成NR的 因為這張開式 這sum 只sum到NR 所以我這邊都直接寫到NR 那NR跟N的關係是這樣子 後面H這個函數 它是一個特殊函數 我把它寫在這邊 我把參考的資料 我現在寫給你們 以後你們碰到這些函數 要怎麼知道怎麼計算的話 你可以用參考書籍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做 這是個特殊函數 這特殊函數 它怎麼樣算 你在這本書可以查得到 你們抄下來了 當然不一定會用到 那這是一種特殊函數 那特殊函數在這本數學所冊上有 這數學所要告訴你 怎麼樣算這個特殊函數 那我現在抄給你們 你們做參考的 你們需要用到才 那這本書是美國的國家標準局 他們所出版的數學所冊 這兩個是作者 這是兩個作者 不是作者 他們那個編基的 但我們也可以 這個我們也可以算出來 等一下我會給你們 我們會舉個例子 我把那個相關公司再寫一下 C 然後 R 您把這個抄下來 我就是要把R 把R換成R 這抄完沒有 這本抄完沒有 因為我要定義那個A0 A0 A0這個 A0是H bar 除以什麼樣 除以Reduce mass 除以C 然後再除以α 那它的數目是0.529177158 I'm a strong A0 那A0有個名稱 A0是個長度單位 它有個名稱叫什麼 叫波爾半徑 這是長度單位 這是長度單位 寫了沒有 那剛剛我提到一個 Rip爾 還繼續的 我剛剛提到一個 能量單位 Rip爾 剛剛才 才講過 Rip爾跟A0 都叫什麼 叫原子單位 Atomic Unit Rip爾還有這個 A0 Rip爾跟A0 都是叫做原子單位 Rip爾是能量的 這是能量的原子單位 這是長度的原子單位 這樣清楚沒有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那個 底下我們現在有波爾半徑找出來 然後來看一看A0 到底是有什麼特殊的物理意義 然後最後呢 我們把這個全部轉換以後 最後波爾半徑就寫成這樣子 以後波爾半徑就這樣算了 波爾半徑就這樣寫了 那CI跟CI的比例 就是我剛剛寫那個公式 那這個 這個就是以後 從這個式子 從這個式子 你就可以得到怎麼樣 得到所有的破反數 不管N跟L 對特定的N跟特定的L 你就用這個式子 用這個式子 對不對 你就可以得到那個破反數 那底下我會 底下我會舉一些簡單 比較最簡單的例子 然後我舉一些例子 最簡單的形成哪一個 N等1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 N等1LB是多少 LB是0 NR等於多少 NR等於多少 在這裡 對NR是0 所以這個式子 R E0 等於多少 N等於1 所以這是1 所以只是函數的 然後這是0 這是0 所以1 所以得多少 C0 對不對 最簡單的情形 因為L等於0 所以這一項 這一項是1 這一項是1 那這一項是C0 那我們怎麼樣得到C0 對 規一化 我們規一化就得到C0 規一化 規一化 規一化是這個 這是規一化 完整規一化是對角度微分 對角度積分 還有對R積分 還有對R積分 那這個是等於 所以我們對這個積分 那這積分要等於1 那你去做積分 這可以查積分表 這是我們最後得到的結果 所以那個第一個軌道 就N等1的軌道 N等1的軌道 我們已經有了 多操了沒有 那我們先來討論它的物理意義 我們看 如果Z等於1 Z等於1是什麼 就是氫原子 Z等於1就是氫原子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氫原子的話 破換是不是變成什麼 變成左邊那邊 是2 然後這Z等於1 所以A0 所以A0 負的 等於多少 在左邊 R A0分之 是氫原子 就是J等於是氫原子 就是J等於氫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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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說A0 A0是什麼 A0是什麼 是波爾半徑 波爾半徑 對不對 從這次我們再看 波爾半徑 有什麼樣的特殊物理意義 波爾半徑 這是我們得到的結論 從這次告訴我們 波爾半徑 就A0 有什麼樣的物理意義 哪個同學告訴我們 你們不曉得這個係數 一個指數函數 你們不曉得一個指數函數 這邊的意義嗎 對 這是相當於 我們先用這個來 表示它是半徑 或者是大小 我們知道 這是指數函數 這是指數函數 對不對 這是R 假設這是1 我們看這個函數 這函數R等於0 說在這也是1 對不對 當R等於A0的時候 變成多少 變成1的負1次方 對不對 負1次方差不多在這裡 A0 你們要記住 我們常常用 在物理上常見 有些是褪變 衰減 這是指數函數衰減的曲線 對不對 那這個底下 這父母 我們這個長度 那這個長度 那這個長度 物理意義是告訴我們 它穿透 如果是穿透的話 是穿透深度 那在這邊告訴我們 我們以這個來表示怎麼樣 來看差不多是原子的半徑 或原子的大小 我們用這個量 我們用這個量來表示是原子的大小 這樣會嗎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輕原子的原子的大小差不多多大 就是造一個波尔 做一個波尔半徑 這樣會了嗎 有沒有問題沒有 然後我們再跟你們做幾個 第二個是N頂2 然後L等於0 因R等多少 你看看我們剛剛對等1 我們把那個式子帶進來 我們把那個式子帶進來 我們就得到 Experential的負的2A0ZR 對不對 這是第一項 對不對 然後現在L等於0 所以這一項 這兩個是等於1就沒有了 然後Summation 0 這是到1 然後C1 那這時候N等於2跟2消掉 對不對 這是我們式子 然後我們這邊有兩項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C0加上C1 有兩項 I等於0 I等於0跟I等於1 這兩項 對 那我們知道 C1除以C0等於多少 我寫在那邊 等於0 加1 0加上 L等於0加上2 然後上面是 0減掉 這邊1 所以這等於多少 負的2分之1 是不是 蛤 哪一個 2跟2消掉了 那我們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所以就等於是R20 然後C0 1 減掉 因為C1 C1在這 C1是等於負的2分之1C0 我把C0提出來 這剩下是負的2分之1 那你怎麼樣得到C0 一樣 歸一化 歸一化 歸一化就得到C0 那歸一化 對不對 那我們已經怎麼樣 已經把這個破完數解出來了 這樣會嗎 那我就解這兩個例子 其他的你們書上有了 其他的R NL 你們在書上 D138E 你們如果代書 你們如果代書過來的話 你們看138E 那138E 有那個 一直到N等3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